和他的身边的官员一边聊一边走 那么在也是在目送了温家宝上了车队 上了车车队离开之后 他才登上自己的车 然后才离开 整个过程呢 也持续差不多是半个小时 那么在中间呢 他和温家宝还有金晶日日一起呢 也检验了三军仪仗队 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的气色呢 还有他的这个行动呢 也是比外界当中预期的要好很多 那么事实上呢 这也是金晶日其实在被身体有问题之后呢 他在外媒的镜头下面第一次出现 虽然在之前大家也看到 他接待了起批的这些代表团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都是有朝鲜官方的这个拍摄的照片 没有看到这个镜头下面 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一次呢 所以说使得我们这些媒体呢 也是相当的意外 那么这一次温家宝访问朝鲜呢 让我们也觉得非常震撼的是 那么从机场出来一直到市中心 沿途有几十万名的民众 他们手持鲜花 喊着口号呢 是欢迎中国代表团 那么据介绍也说 这也是在朝鲜来说 这两年也是非常少见 也可以说对这一次的这个 中国代表团的来访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今年呢 是中国和朝鲜建交60周年 那么现场除了欢迎的群众之外呢 也安排了这个少鲜队员的 这样一个表演等等 而且在献花的这个一个细节当中呢 朝鲜方面也特别安排了 卖花姑娘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亲自向温家宝献化 也显示出就是为了凸显 中朝两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友谊 那么在今天呢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了 签署进行双编会谈 签署一系列协议之外呢 在今天晚上呢 当局还安排了这个朝鲜版的 《红楼梦》来招待这个中国代表团 不过大家最关注 当然是明天的这样一个议程的安排 在明天的早上的温家宝会前往 这个差不多要两个钟头车程以外的 一个叫会唱地方去 赞扬这个中国志愿金当年的 参加志愿金的这些战事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在下午呢 他就会和金正日会面 那么在这样一个会谈当中 除了双边关系之外 是不是会谈到六方会谈 特别是金正日会烧会怎样的口信 尤其在接下来马上要在北京举行的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上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六方会谈的问题 包括在朝鲜局势问题上 会有大家一个怎样的这样一个讨论 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好 非常谢谢旅秋乐微 来自朝鲜首都平壤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岸国际机场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于今天上午乘专机抵达这里 开始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温家宝抵达时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与金正日金永南金英日 热烈握手拥抱互之问候 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朝鲜人民军军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 明礼炮二十一响 温家宝在金英日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仪仗队 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及中国驻朝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华侨留学生代表 朝鲜各界群众也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一行乘车前往平壤市区途中 数十万平壤市民身着节日盛装 挥舞中朝两国国旗花束和标语 高呼中朝友好口号家道欢迎 温家宝在金英日陪同下 站在敞篷汽车上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并多次下车与他们握手 车队途经平壤凯旋闻时 朝鲜少仙队员向温家宝敬献鲜花 并给温家宝系上红领巾 随后温家宝从机场直接前往锦绣山纪念宫 瞻仰金日成主席怡荣并敬献花篮 温家宝在留言部上提词 深切缅怀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日成主席 两国总理的见证下 双方签署了四份协议 包括经贸合作文件 以及在旅游和教育方面的合作计划等 签字仪式前 两国总理先举行了双边会谈 温家宝对朝鲜政府及人民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他表示 不但巩固和发展中朝务林友好合作关系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 不会改变 目标是要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同时也为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做出贡献 这次访问 外界最为关心的 当然是星期一 温家宝将和朝鲜领导人今正日会面 在朝鲜核问题上 将会有怎样的意见交流 特别是已经陷入停滞状态的六方会谈 是否会有所突破 不过中国外交部之前 在谈到温家宝的这次访问的时候只是表示 中国坚持透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朝鲜核问题 并没有提到中国是不是希望能够尽早从喜六方会谈 让人猜测 中国在朝鲜要求和美国直接对话的问题上 保持开放和理解的态度 而对于温家宝这次访问 朝鲜方面除了安排群众年途加到欢迎 朝鲜官方媒体更是高调评价这次访问 当中朝鲜劳动党属下的报纸就表示 这次访问显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对两国关系的重视 并且将会鼓励朝鲜人民 为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而努力 温家宝这次在朝鲜访问期间 会出席一系列的庆祝朝中建交六十周年的活动 不过他在抵达朝鲜之后的第一项活动 就是瞻仰金日成的遗容 对这位前国家领导人表示缅怀之情 富豪卫视吕翠威朝鲜平朗的报道 温家宝坐飞机抵达平壤顺安机场 北韩领袖金正日亲自到机场迎接 两人握手拥抱 今时温家宝出任总理以来 第一次访问北韩 在继零五年国家主席胡錦涛后 国家最高层领导搭足平壤 适逢两国建交六十周年 温家宝发表书面说 说中国愿意和北韩推动两国友好关系 随得新的发展 金正日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温家宝在北韩总理金英日陪同下 坐开棚车进入平壤市区 几十万人沿途胜装夹到欢迎 温家宝站起身向群众揮手致意 车队途经平壤海船门市 温家宝接受少先队员献花和细上红领巾 温家宝先度感受生纪念功 瞻仰意故北韩领袖金日成为庸 并献上花篮 之后温家宝和金英日会面 金英日说北韩从未放弃木核花 愿意通过双边和多边对话实现这个目标 两个又签署多份合作协议 温家宝会在平壤逮留三天 南韩传媒报道 温家宝星日一会同金正日会谈 有声电视机车和未常报道 温家宝今次访问北韩 外界都很关注 北韩是否会有重要宣布 趁机对外表明放弃核武立场 有分析指 中国派温家宝这么高级的官员去 相信事前已得到平壤当局一定的保证 雙方已经在早前有一定的接触 有些原则性的问题已经谈好了 温家宝就去访问 这个应该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度 金正日刊又延伸到机场迎接温家宝 有重要象征意义 金正日出了名 不容易亲自向任何的贵宾接机 如果亲自接机 肯定是说明他很重视这位客人 反映了北韩说到尾 也是重视跟中国的关系 杨大佑说 北韩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 仍然很依赖中国 中国也希望借这次访问 维持跟北韩领导人的接触 确保对北韩的长远影响力 有先电视机者林美尚报道 献花给温家宝 红云基和卖花姑娘 是中朝两国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一精心安排 能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 朝鲜劳动新闻4日发表社论说 在迎接朝中建交60周年的写击日子里 温家宝总理来访更是平壤 沉浸在节日气氛中 社论喊说 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 经受过各种风波考验的 劳酷的传统友谊 真是并世代相传的发展朝中友谊 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 朝鲜人民坚信 温家宝总理此次访问 将取得圆满成功 中朝两国正式建交 朝鲜成为与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 中国在面临战争威胁后 应朝鲜要求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 停战后 中国积极援助朝鲜战后的经济恢复建设 1953年11月 双方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 60年来 两国领导人经常往来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生前曾数十次访问中国 1961年 在金日成访华期间 两国签署了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周恩来总理与金日成 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来往于北京和平壤的火车只有两节车厢 国家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两节车厢往返于北京和平壤之间 1978年9月9日 朝鲜建国三十周年 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庆贺 邓小平先后四次访问朝鲜 他的最后一次出国也是到达朝鲜 2001年9月 因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邀请 江泽民总书记对朝鲜进行访问 这是对2000年和2001年 金正日总书记两次访华的回访 也是11年来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朝鲜 朝鲜给予了隆重和热情的接待 在那次访问中 中国方面还向朝鲜提供了 20万吨粮食和3万吨柴油援助 2005年10月 因金正日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 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双方一致同意 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 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 中朝双方还签署了 中朝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今年是中朝建交60周年 中国和朝鲜双方决定 在这样一个成千启后的时刻 将2009年确定为中朝友好年 历史证明发展中朝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 中方愿与朝方一道 努力把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亲手缔造和培育的 中朝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推向前进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金永南金英日 在指中国领导人的 联名贺电中表示 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 传给朝中两国的 共同宝贵财富 世代巩固和发展这一友谊 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 朝方相信 在朝中两党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 必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观看朝版歌剧《红楼梦》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倡议之下 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排演的 到了2008年 金正日指示 对这一歌剧进一步的润色 作为中朝友好年的一项重要活动 再次搬上舞台 金正日多次提出指导意见 并且数次的观看了彩排和演出 而在歌剧编排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中方的支持和协助 歌剧演出结束时 获得了全场的掌声 两国领导人也向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温家宝在平壤会见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温家宝向金永南转达了胡锦涛主席 和吴邦国委员长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温家宝说 中朝两国山水相邻 木林友好 世代友好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亲手培育的 中朝传统友谊 历经考验 不断巩固和发展 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成为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中朝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 需要继续加强友好合作 我们要以两国建交60周年 和中朝友好年为契机 总结回顾60年来 中朝关系的发展经验 更好的传承友谊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温家宝说 议会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中国全国人大 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 友好交往不断加强 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中朝关系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金永南请温家宝转达他对胡锦涛和吴邦国的亲切问候 金永南说 温家宝总理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朝中友谊的高度重视 真实并加强朝中传统友谊 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 朝方愿与中方一道 共同开辟朝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永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4号在平壤大剧场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一道 观看了朝版歌剧《红楼梦》 朝版歌剧《红楼梦》是上世纪60年代 在金日成主席倡议并指导下 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排演的 2008年金正日指示对该剧进一步润色 作为中朝友好年一项重要活动再次搬上舞台 朝鲜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获得全场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时 两国领导人向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各领域友好合作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家宝表示 中朝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愿与朝方一道 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 扩大友好交流与合作 共创中朝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 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金英日在致此中代表朝鲜人民 向中国人民致以亲切问候 向缔造和发展朝中友谊的两国老一辈革命家 表示崇高敬意 金英日说 巩固和发展朝中友谊 是朝鲜党和政府的坚定意志 朝中友好年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信任 朝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朝鲜艺术工作者表演了 朝鲜大型团体操阿里郎 并增加了纪念中朝建交60年 和中朝友好年的精彩演出 当天下午 温家宝和金英日还在东平壤大剧场 同朝鲜各界群众一起 观看了两国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上午在平壤参观了 朝中友好摘安合作农场 温家宝来到农场农户家中 与他们亲切交谈 共序友谊 温家宝来到农场田间 听取有关介绍 了解农场生产情况 温家宝还看望了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 孩子们演唱中朝两国歌曲 欢迎温家宝的到来 参观后 温家宝乘车前往机场回国 沿途受到平壤市民家道欢送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等到机场 为温家宝送行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军乐队奏朝中两国国歌 温家宝在金英日陪同下 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 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太福 内阁副总理卢斗哲等朝鲜党政领导人 中国驻朝鲜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 在朝中资机构 华侨留学生代表和朝鲜各界群众 也到机场送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